川普上來之後可能就會 比如說 你不覺得最近川普不斷的在講 台灣 偷走了美國的晶片 這個明明是抹黑嘛 所以先抹黑台灣 他為什麼一直講 他要錢啊 就是說你偷走晶片所以你現在發大財 你很有錢所以你應該拿一點錢回來 對可是沒有必要講謊話吧 他講話 他講百分之百 他講話有分真假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做輿論 因為美國老百姓不會知道真的狀況 你講百分之百大家更不會相信吧 你如果是講八十九十感覺比較真實啊 你講百分之百 不是啊英特爾真的被打敗了 那是你自己笨啊 他就是要讓美國人 認為不是這樣 就是台灣是用這個不正當的手段打敗了英特爾 他沒有這樣講 他就是 我跟你講他事實上 對台灣的半導體講成這樣 當然 他其實施壓也在對台灣的半導體也施壓啦 因為他要搞 製造業回美國嘛 他甚至連郵案外包他都有意見 你知道嗎 不能再郵案要自己 要回來本案 要回來本案 就是說你既然拿我美國的訂單 你為什麼不到我美國製造 所以我跟你講他當選對 對 不只對台灣啦 對越南啊 泰國啦墨西哥啦印度啦 通通都會下手 都有壓力的 他就會跟你講說 你台灣啊 韓國這些廠商為什麼不來我美國投資 然後他就給你搞些有的沒的啦 那 他就會開始 製造輿論 就說你拿我的訂單 又造成我失業 等等 那那個萬斯百分之百是總立場 那不然你去想一想嘛 當年日本的豐田起來 1980年代 那豐田汽車起來難道 我認為是豐田了不起啊 那美國就把它說得一無四處啊 那最後就逼得豐田要去美國設廠 然後 還演了好幾場秀啊 在美國那邊敲打 豐田的車嘛不是嗎 那也把日本政府說得一無四處啊 說你勾結他作弊啊等等 補貼啦 造成他有津貼啦 我認為他美國人就是這樣啦 同樣的套術會現在繼續上演 我認為一定會 他就是要逼 你要投資美國 所以 我認為到時候 台灣不是只有台積電會受到壓力 還有很多公司都會受到壓力 他難道也要中國的電動車到美國去投資嗎 沒有那個不一樣因為 中國他是明白列為最大敵人 那不一樣 不一樣 但是明白列為最大敵人他的這個關稅他也開出了這個未來加稅啊 60% 基本的 那個不一定做得到 不一定做得到 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一做下去是不是又會 掀起 他做不到 做不到 不是一做下去他絕對做不到 所以這個他會吞回去 我根本做不到他就忘記了啦 對啦 不然因為為什麼 因為美國現在通膨已經夠高了 然後 中下階層的老百姓 你不要忘了很多是白人 你如果 要再加中國東西的稅 那他們買的就是中國貨啊 你去看Walmart Walmart以前大概100%都是中國貨啊 現在至少也有70% 80%啊 你怎麼加稅 那這些人怎麼生活 所以這個完全是 跟現實脫節的主張啦做不到 這個Vance的鄉親們就 過不下去了 當然是啊 而且 還有立即的通膨啊 通膨是必然的嘛 不過就是 結束二戶戰爭有助於 人員通膨的下降 可是 那也不是立即的 就是說你 他要增這個稅 跟結束二戶戰爭你認為哪一個會優先 一定是二戶戰爭嘛 對所以會先緩解通膨 因為能源的關係 然後呢緩解完了之後他就已經加 中國的關稅 然後又讓他回來 對可是你去看他第一次喔 他第一次就說不排除 把中國的稅增加到45% 那結果 到了2020 當了4年了嘛 只針對中國進口的3500億 平均稅率19.3 接近20而已 成果也就這樣而已啊 那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現在喊60 喊100 這都是 我認為到30就很嚴重了啦 就撐不下去了 19.3 拉到10% 就30%啦 就已經很嚴重了 而且對美國不一定有好處 因為事實證明 他開增了這19.3 結果中國 那些廠商就積極 要嘛就透過有望外包嘛 一樣賣到美國 從越南啊 只是變成 賣別的國家 可是還是賣白錢啦 那不然就是 他擴到他其他的 出口地嘛 結果 4年下來 中國的全球貿易 的產值 是往上增加 沒有減少 沒有因為他這個 開增關稅而減少 所以美國並不是那麼重要的市場 現在變第三啦 你也不能說不重要 第三啦 那 東南亞就超過1兆美元 歐盟大概在8000左右 這個8000億左右 那美國大概就6000億 也不能說不重要啦 數字還是很大 那個一兆裡面可能有 很多是最後還是要去了美國啦 還是China 沒有錯 就這樣繞一下 我估計有1000億是 因為 因為中國大陸真的就少了對美國1000億 那就是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繞道而行 對對對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看 沒有錯啦你導致 中國內部就業 就業跟產值的降低 這個效果當然有 所以中國會有失業問題嘛 那可是 緩和讓中國企業 擴張到全世界啊 然後 他也會在地去發展新的市場 那結果 中國在這幾年來就變成 141個國家最大貿易夥伴了 這不就是你造成的嗎 你讓他這個 開拓更多新的市場 結交更多的朋友 很多人變成他的盟友 你說你的目的有達成嗎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目的不是要 讓中國的經濟 不是要圍堵他嗎 更弱一點嘛 對不對 那我認為你的目的並沒有達成 因為中國的房地產出問題 跟你這個沒有關係啊 是他內部的問題 對 那這個目的會達這個數字會達成嗎 剛剛那個60%的關稅大概加不了 那要求台灣的國防預算 要 這個歐布萊恩不能代表川普 不能代表川普 美國的軍方 還有智庫例來講的是3% 3% 我們現在是2.5 那2.5大概6000億 所以你增加3%就是增加 0.5就是增加6分之一 那就是要增加1000億 那1000億我認為 賴清德應該會做 這個沒什麼 3%做得到 這個沒問題 這搞不好是新的開架啊 因為川普才說 過去的保護費交太少 那要你加更多 那所以 3可能是過去的保護費的基準 現在是希望到 5% 是這個邏輯 我認為川普的保護費不一定只有國防 不是只有國防 還有台積電 台積電我跟你講 台積電目前在 我講我們的國防預算 我們國防預算 大概是220億美元 我們的總值 那台積電投資 Arizona的第一個廠 他就投資了400億 所以請問哪一個錢大 經濟的投資會比國防直接的採購 快得多 快多啊而且不只啊 還有你這個是美國做不出來的 所以他更重視啊 更重要 當然啊 那台積電 大概今年底 這第一場就要量產了 2026 第二場要量產 那台積電目前 只有承諾到第三場 可是美國留下來的地是蓋6場 所以很多人都預期 台積電還會被要求 繼續蓋 還有更多承諾 因為這個東西才是 川普真正在意的啦 而且那個錢 遠遠超過國防預算 遠遠超過 那個是沒有天花板的 哪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也是 看不太到天花板 就你的外匯存體 外匯存體 這個他要如何 叫你買美債啊 買美債 是啊 對現在美債很難賣 你去想啊 美元若貶值 美債怎麼會好賣 一定會不好賣 大家都認為這個會賠錢 那就要找幾個冤大頭來賣 台灣跟日本 有這些有錢的朋友們 對可是日本 日幣已經貶值到 受不了 這一波日幣渴望 回升到150這樣 當然 日本當然也是對象之一啦 就是基本上有 有那個累積 累積那個外匯資產的國家啦 可是日本比較有一個理由拒絕啦 因為他現在出口是赤字 日本已經連續兩年都是貿易赤字 你台灣不是啊 你都是粗糙啊 而且你對美貿易正在增加啊 也被盯上啊 我是覺得美國要找 台灣要你 認這個認那個 方法太多了啦 他現在是第一鎖定台灣嗎 不是 他對台灣最容易指揮啊 比如說 華航塞給你 你就給我買波音啊 你有抗拒嗎 別的國家可能會抗拒啊 說你最近飛安紀錄那麼差 飛機門都掉下來了 我們有講這個話嗎 對不對 叫你開美豬你就開啦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所以川普還加一句話 他們很有錢 他們生意都偷走了 100% 所以他們現在很富有 他們很有錢 這句話聽得很害怕 很有錢會表現在幾個嘛 第一個你 儲鈔嘛 第二個你有外匯 存體嘛 第三個你半導體供應鏈世界第一強嘛 對不對 第 第四個就是你政府有預算 川普這樣子 一二搞之後台積電的股價就跳水了 那台積電的 這個法說業績是很好 但是股價還是持續的跳水 是因為知道川普會繼續的 這兩個不一樣啊 這個法說是說第二季很好嘛 那也說了訂單 到2027都是滿債 這個是事實啦 可是這個是根據現在的 情況在推估 川普變數還沒進來 對還有 你是根據現在的 情況在估算你的盈餘吧 那你如果到 美國的佔比越來越高呢 你還有這樣的利潤嗎 因為美國今年 底才進入量產 那量產之後 盈餘會好嗎 那個要納入財報 你才看到嘛 所以到明年第一季 那表示 大家普遍不看好 所以美國的生產 佔比越高 就是你的未來的利潤就會下降 我覺得這個評估是很合理的啦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消息 事實上不是只有川普因素 台積電最近 有一天 暴跌了7點多嘛 還因為拜登在討論一個議案 阿斯麥爾 阿斯麥爾跟東京那個 東京電力什麼威力 威力 對東京威力創新啊 就是 他一直叫你不要賣中國 一直攔不住 那阿斯麥爾就說 他已經賣的合同 要提供維修嘛 之類的 結果他就想到了一個釜底抽薪的 激進做法 就是以後只要含有美國技術 的 終端科技產品 一律不能賣中國 有美國專利在裡面的都不行 那這個當然也包括台積電 台積電任何一片晶片都不能賣中國了 不能賣中國了 理論上是啊 就台積電在台灣製造的 其實在台南京製造的 你有美國技術嘛 你不能賣中國 我南京廠的晶片不能給中國 市場使用 不行啊 那我南京廠的晶片要給誰用 那你家樂士啊 有這樣子搞的喔 不是啊因為我這要談 理論上是不行 你可以賣到別的國家 可理論上不行 我之前那個三星也碰到這個問題啊 所以就去跟美國商量嘛 他在西安無錫 後來不是被延一年嗎 台積電也一樣啊 台積電後來也被延一年 那現在新招又來了 可是這個 因為太過了 所以據我了解所有的廠商都反對 包括美國自己 美國 因為這太瘋狂了 我這個已經瘋了 已經完全瘋了 那你這樣剛好證明 中國大陸去美元化 去美國零件化 是高瞻遠足的主張啊 對不對 就是 我就及早就不要用你的東西啊 什麼都不能用沾到一點點血桶都不行 你就祭出這個方法就讓人家看出 原來你可以這樣搞啊 不是嗎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因為這個一出來 阿斯邁爾跌10% 所以台積電暴跌我覺得主要是這個原因